大家好,去年,我们已经顺利把Win10转移到开机快速的SSD上。 今年,大家也都升级到Win11了,但更新几次,不知不觉发现,硬碟似乎又不足使用了。 跟着以下步骤,五分钟学会,把Win11原封不动,转移到更大容量SSD上。 不需重装Office,应用软体及任何驱动,已经忘记的金钥也不必到处去找寻。 一样的,手边准备好三样法宝。 一号碟,就是新买的大硬碟SSD,这是用来安装新Win11用。 二号碟,建议找态换下来的外接或内接硬碟即可,但容量要大于旧Win11,这是用来存旧Win11映像档用的。 三号碟,任何大于16G的USB随身碟都可,这是用来制作Win11开机用的随身碟。 SSD,M2,随身碟都在降价中,升级就是这个时候。 我们开始吧。 装上三号碟,准备制作开机碟。 Google输入Win11USB。 下载Windows11。 选择建立Windows11安装媒体。 立即下载。 下载到桌面。 执行这个档案。 接手。 若赶时间。 取消为此电脑使用建议的选项。 USB快闪磁碟机。 下一步。 选择三号碟。 下一步。 开机碟开始制作。 完成。 装上二号碟。 准备制作C槽映像档。 记录控制台。 系统及安全性。 备份与还原。 建立系统映像。 选择刚刚所安装的二号碟。 再次确认路径是否正确。 下一步。 下一步。 开始备份。 二号碟开始写入。 否。 关闭。 再次确认二号碟资料已写入。 拆下就Win11碟。 装上一号碟。 进入BIOS。 设定三号碟。 随身碟开机。 确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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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步。 修复我的电脑。 下一步。 疑难排解。 系统映像。 系统映像修复。 指向存放映像档的二号碟。 若此时未自动读取到二号碟。 建议先将电脑中其他硬碟都断开。 只保留上述的一号碟到三号碟。 下一步。 依需求选择重新分割磁碟或排除磁碟。 下一步。 完成。 是。 还原程序开始。 接下来,滑手机、追剧,或是去买杯手摇引。 确实。 荧幕可能因久未操作而按下来。 务必留意。 若此时,误处关机或断电将造成还原失败。 必须重来。 立即重新启动。 依需求是否使用Edge浏览器, 即Office 365。 完成。 重开机,回到桌面,答案都还在。 Word顺利开启。 防读软体正常启动。 网页OK。 Win11也是启动状态。 大功告成。 平时可以偶尔建立二号碟。 随时救援突然损坏的系统。 若有更多更好的建议,欢迎留言提供。 我们下回见哦。 拜拜。 拜拜。